當然你說要滾動式修正 這個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可是你這滾動式修正 你也不能沒有時間表 你要有時間表才會知道 你到底是超前還是落後 所以要請教一下到底 二兵什麼時候會開始正式營運 希望一兵是可以在 就是一兵的服務是可以在 二月的春節的時候 可以告一個段落 有一個預期的目標 可是你如果說一兵先告一段落 二兵還沒有開始 RUN得很順暢 那那一段時間民眾的需求 不會因此就暫緩或減少 需求的產生是我們沒辦法預估的 我請明正徐跟兵葬處 請教一下關於我們臺北市 冰葬設施的進步 應該也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這市民關心的 目前一兵跟二兵 這個是市民關注的議題 首先請教關於一兵 一兵在你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以及本來的規劃 是規劃在今年的第四季要降載 那這個降載確定在下個月會實施 我要這麼說 就是我們二兵的新大樓 我們目前規劃是在12月中 會開始市營運 市營運的時候 我們就會逐步的降載 所以上個會期的工作報告 還寫說二兵市營運要9月 對 然後就是又往後延了 工程確實是delay了 所以因為工程沒有好 我也沒辦法市營運 所以二兵下個月開始 會逐步開始市營運 那市營運的同時 如果情況可以的話 一兵就會慢慢降載 那你在市營運的時候 這個交通的影響相關的評估 這個你有信心嗎 剛開始其實沒有開非常 我們就是逐步開嘛 那這個部分尤其又開了一個 另外道路 因為目前其實我們二兵的交通 其實最詬病的就是早上的時候 就是從文山那個星海隧道出來 往西這個方向 比較容易塞 但是其實我們長期這樣子看 早上確實7點半的時候都會比較塞 因為我們很多的同事都是從文山來的 其實他們都有觀察這樣子的狀況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車子 如果在星海隧道前回轉的車比較多 那當然就是會增加這條路的負載 那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根本就是我們星海路往西的這個路段 其實它是比較狹窄的 就是說如果車子過多進到這個路段 那當然就會加重它的負載量 所以在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二兵議員也知道 我們有新開了一個聯外道路 就是以後那當然就是在橋下的停車場 在停車的這個部分還是有回轉的這個可能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 但是至少就是說以後進來我們二兵 因為我們停車場是蓋在新大樓 我們挖了地下四層 那停車場給民眾的這個停車位 我們管內大概是254 那加管外會有501個停車位 那如果進來我們二兵這樣的車輛 我們就是透過這個聯外道路 把它紓解到芳蘭路去 就是不之前我看你們的交通計畫 裡面有提到嗎 就是說未來只有接體車 領車都會從這個星海路 其他的車一律都走聯外道路 而是跟現在官話還是這樣嗎 有一點點的落差 應該要改了吧 有一點點的落差 剛剛這個部分還是維持 因為開這個聯外道路 經過都市計畫審議的時候 地方上面尤其是居民跟里長的要求 就是不希望鄰車跟接體車走這個聯外道路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照常 然後再來這個部分就是因為 不管是民眾委員會或是交通委員會 其實都到我們二兵去視察過現場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就是現場看到也蠻多的問題 包括硬體跟相關的配套 那在各個議員或是我們邀請交通單位 到我們二兵這邊來看了之後 其實我們做了蠻多的修正的 那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就是進到 你們修正的這個已經核定了嗎 大部分是確定的 因為我們都有跟交通公司的單位 那小部分呢 小部分就是我們還是要在現場多run幾次 就是模擬幾次 我們才會比較放心 那你的這個好我們講大的項目 你的二兵試營運下個月開始嗎 是 那你打算試營運到什麼時候 呃 我目前沒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因為你二兵的試營運到什麼時候 會決定二兵什麼時候可以正式營運上路 那你正式營運上路又會牽連到 一兵什麼時候拆除工程要進行嗎 是 因為你原本規劃一兵的拆除工程 原來啦 是說明年的春節後 你的拆除工程可以開工嗎 那假設你隨著二兵的試營運一直往後延 那你一兵的拆除工程當然也會往後延嘛 是 拆除完成的時間也會往後延嘛 是 這是一環扣一環的 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說要滾動式修正 這個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可是你這滾動式修正 你也不能沒有時間表 你要有時間表才會知道 你到底是超前還是落後啊 是 所以要請教一下到底 二兵什麼時候會開始正式營運 在你現在的規劃藍圖裡面 你希望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我希望達到的目標就是 我們禮聽大部分都開啟了之後 包括民眾 就是包括可能有大 因為我們二兵的 對 你抓一個 你現在你們自己抓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我們目前抓的時間點 就是希望一兵是可以在 就是一兵的服務 是可以在二月的春節的時候 可以告一個段落 這是目前 所以你們也是希望說 比較理想的規劃 二兵可以在春節前正式營運嗎 讓一兵的服務可以告一段落 目前我們是針對一兵的這個 有一個預期的目標 可是你如果說一兵先告一段落 二兵還沒有開始 RUN得很順暢 那那一段時間民眾的需求 不會因此就暫緩或減少 需求的產生是我們沒辦法預估的 了解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的那個民怨 會不會因此而起 我覺得這點要非常小心 是 因為這個往生的之後的這個儀式 你要講人一生只有一次啊 確實是這樣子啊 那這個一生只有一次的 這樣子重要的儀式 如果說因為 理廳的供給不夠 或是相關的設施的供給不夠 導致呢大排長龍塞車 或者是說民眾的需求 沒辦法被滿足 這都是很嚴重的事 所以第一個齁 我要提出來的 我要點出來的就是說 一兵跟二兵 這兩個聯動的計畫 到目前為止 時間軸都不明確啦 你們先前給的所有時間軸 包括在工作報告齁 上會期跟這會期工作報告裡面寫的 其實都已經delay了 都延遲了 是 對不對 然後現在好像又講不出一個說 我雖然延遲 但我知道我要遲到到什麼時候 這也講不出來 所以變成是 二兵的周遭居民也在等 一兵那邊的居民也在等 大家都在等 看不到未來在哪裡 所以這是今天的第一個問題 關於二兵跟一兵的 他的時程 必須要有一個清楚和明確的規劃 你自己工作才有方向 另外第二個問題是這樣 二兵 在未來一館退場了 二館他實際上 現在李廳本來11間 製作會變28間 對吧 然後冷藏櫃會增加588T 對不對 所以這個增加是很大幅的增加喔 李廳翻了將近 要到原本的接近三倍 然後冷藏櫃也增加 所以對於周邊的環境的衝擊 勢必會更大 這一點我們沒辦法否認啦 對不對 不要說人來人往的這些交通的衝擊了 我們 人流也好 車流也好 這些所有的 甚至包括說未來大家在 這個問的是說 會不會周遭有更多的禮儀公司 要進駐等等相關的問題 它一定會產生嘛對不對 那產生了剛剛前面我們談過交通的配套 但是現在啊 我們大安文山的里長啊 都很焦慮一件事情 當影響擴大 當受影響的程度變大之後 對於地方的里齡回饋 是不是反而會變少 當他們問我的時候 我真的沒辦法說 這是空穴來風 為什麼 因為我很清楚知道 在我們議會裡面 也有國民黨的議員主張說 增設的這些禮廳 多出來的回饋金 全部都要給信義區啊 不能這樣算 不能這樣算 但我也反對這個主張 只是確實 我們議會裡面有其他 國民黨的同事是這樣主張的啊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大安文山的里長 其實很多來跟我反應是 是糞糞不平啊 因為按照現行的回饋方式來算的話 其實是以館內收費的10% 再提列回饋嘛對不對 那你原本有11間里廳 現在一口氣增加的17間 變28間里廳的時候 環境的衝擊大多數 還是在我們大安區跟文山區啊 二兵就是在大安區沒錯吧 那可是你多了17間出來的這一些 一倍多接近兩倍的回饋 因為通通要給信義區 那如果是大安區的里長 我完全能夠理解 為什麼會群情激憤 為什麼會憤憤不平啊 再來 現在 現在的這個 一兵二兵的回饋範圍 一兵是中山區42里嘛 二兵是大安區53里 再加上信義區3個里跟文山區3個里 對不對 那未來現在大安區的里長在問的是說 會不會以信義區全區加進來之後 反而大安區的回饋被稀釋 而文山區的里長也在問說 為什麼信義區全區要加進來 但是文山區沒有全區加進來啊 這個是現在大安區文山區在討論的一個問題耶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關於未來二館 從11廳變27廳之後 到底這個回饋 如何回饋 現在局裡有沒有一個政策方向 我們勢必 就是一兵 close以後 然後二兵 把一兵的量再加進來 可能 因為一兵加二兵的量 現在將來的二兵 會比一兵加二兵的量還大 更大 還增加了7個里兵嘛 所以回饋金應該更多 對 所以至少保障大安區 至少保障到大安區 而且你剛剛說的信義區全區納進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給你保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嗎 要一個科學的算法 科學的依據 然後雖然秉座大了 還是要保障大安區原有的 居民的權益 那現在所謂大安區的保障 有沒有一個具體比較具體的說法 那我沒辦法跟你的里長說 陳永德局長掛保障說 一定幫你保障 他問說保障是什麼 我們現在是用 周邊一平方公里來算的 一千公尺 銅薰圓的概念 那是幾年前 他本來是五百嘛 因為他是自治條例嘛 他是法律嘛 對 那時候我也是在那裡 講很久 講很久 最後決定是 銅薰圓一平方公里這樣來算 所以有一個里一直爭取 信義區的黎順里 他始終怎麼算 什麼橋都沒辦法進來 那文山區的新太 新旺 新倉 確實都在一公里的範圍裡面 那將來 好像政治問題 政治決定 到底要 擴變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總是要有一個定數 那當然 文山區的里就會增加 那信義區頂多 如果到一千二 一千二 也是多兩三個里而已 所以我現在可以這樣講嗎 我聽你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市府現在演藝的方向是 那個半徑可能會增加啦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增加 有可能增加一百 增加兩百 增加三百 還不確定 那什麼時候會討論出來 因為議長也開了 請大安文山的議員 在我們地下交易廳有開一個 一個原則 就是這樣大家才會緊張啦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台南區跟文山區的里長都要說 這我講起來比較不好意思啦 都在說議長怎麼信義區的 叫長怎麼信義區的 所以他們就很煩惱啦 你怎麼知道我的意思喔 不會啦 不會啦 保證保證 保證 什麼樣的一個算法 我們勢必要提出啦 然後要給議會審議啦 那這個算法提出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先廣納里長的意見 廣納我們大安區跟文山區 以里長的意見好不好 因為畢竟二兵再怎麼講 他的座落地很清楚嘛 座落在我們大安區 然後影響到整個辛亥路 是文山區連外的一條重要道路嘛 這是客觀事實嘛 不是說誰來講就會變來變去 這是客觀事實啦 那所以影響變大 當然我認為說 回饋里林的相關的措施 應該要更多要更紮實嘛 有時候不只是這個錢的問題而已啊 包括了整個環境要怎麼維持的問題 尤其是大家都覺得說 啊會不會有更多的 那個冰障的相關的公司企業要移入 你知道現在 在我們大安區 我經常接到里長或是居民的陳情說 啊我們樓下附近的一樓店面租給誰 我看他有一個冰箱冰櫃移進來 他是不是要做冰障 現在大家都在這樣子風吹草動的時候 都很容易受到驚動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施當然也不反對 因為我們大安文山區 就是接受了台北市非常多的 林幣設施都在我們這裡嘛 那問題是你要來 要做這個公益的設施的時候 周遭的權益也要注意 所以希望局長你今天在這邊 我相信你一諾千金啦 未來回饋金的計算 如果有任何的修正 務必要先廣納大安區跟文山區里長的意見 好不好 時間暫停 謝謝局長跟處長 謝謝議員 接下來下一位請嚴考會 你說好 青年局的問題想要跟你請教啦 因為現在也是你們負責在籌備嘛 是 我看了你們昨天市長來報告的專案報告內容 首先第一個問題 青年界定在15到45歲 這個依據是什麼 這個有幾個依據喔 包括像我們現在的這個青年事務委員會 是 外部青年顧問 就外部青年委員的年紀 就定在45歲以下 那像桃園市的青年局的業務範圍 其實也是定在15到45歲 那另外還有包括一些我們自己原本相關的業務 包括像這個要申請輕創貸款啊這些 本來也是設定在45歲 提這個問題是這樣啦 是 這個政策總是要有個取捨 在資源是有限的狀況之下 你要服務越多人他就越分散 是 45 你想我今年36歲 我都覺得我講我青年參政有一點點勉強 我到40歲的時候我真的也不太敢講我還什麼青年參政 更不用說45歲如果還在標榜青年參政 哇 這個選民可能很難接受 所以你說我們現在要成立一個青年局我覺得是好事啊 可是你的服務範圍拉到這麼大的時候 你自然還是有一個稀釋的問題 是 這個我承認喔 這個 你剛剛講的第三 尤其是你剛剛講的第三個理由 你在盤點現在各局處的業務要拉到青年局 是 就是在這個同影片上 昨天講市長的同影片喔 他講說 把所有產發局都發局社會局 教育局勞動局文化局的 通通要整合到青年局裡面要整合一戰式服務嘛 對不對 另外他還有提到喔 原則上局處業務不重疊 而且人員要隨業務移撥 是 意思就是說 原本在這些各局處的做青年相關業務的人 現在把它移撥到青年局來 是這個意思嘛對不對 是 所以這就很像是 那個猴子朝三暮四的故事啊 你沒有增加服務青年的業務的內容 你也沒有增加服務青年的原額 本來我們期待成立青年局 也許你編制上有個幾十個人 幾十個生力軍加進來的時候 本市服務青年的量能會擴大 但是你現在幾十個生力軍加進來的時候 是從其他單位原額移撥過來 等於換一個辦公室再辦公 你把它們蒐集在青年局裡面 但是你整個量能有增加嗎 這是我聽專案報告最大的一個困惑點 局長你 這個會 研考會主委你要不要講一下 是我來跟翼座解釋一下 因為從青年局如果要 因為我們過去八年 其實累積了青年事務委員會的這個經驗 所以如果當我們在成立青年局的第一個步驟 顯然就是要把過去這個 青委會的一些業務 因為青委會本來就是外部的這個青年委員 和局處陪伴 而相輔相成成立的一些 設立的一些政策 我們首先先把這些政策拿來做為青年局的一個base 所以說並不是說未來的青年局只局限在這些業務 實際上有些業務包括像社會局的NPO 社會局他們其實外包的一個NPO業務 未來這個NPO會到青年 由青年局來納管 但是他的人員其實他本來就是外包的 所以未來青年局 新的青年局局長可能也想要發展這一塊 他可能會更大力的利用其他的預算 來把NPO做得更大 因為我看得懂你現在的規劃 就是要先求有再求好 是 就是把原來的青委會弄成個青年局嘛 所以你還是承繼了原本青委會類任務編組這樣子的做法 你只是把這個類任務編組的平台 給他這個一個名分叫做青年局 然後把各局處的這些都收集過來收攏過來 但是喔必須要講 成立青年局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上大家的期望本就不止於此啦 是 你要有新的東西出來 新的作為 甚至增加新的預算 來進行你新的業務嘛 是 如果說只有維持既有的業務的話 那這個新成立的青年局只有一項功能 叫做幫蔣萬安的政見打個勾 這個 就是他只有這一個功能而已啊 其他的沒有多出來的東西 多掛了一個牌子 多弄了一間辦公室 是這個上在做的事情都一樣 只是把它集合起來 所以當然你說提自治條例進來省 我相信議會也不至於不給你過 但是如果說最後我們看到的 就只是一個重新排列組合 那我想過四年之後 大家再來檢驗蔣市長的青年政績的時候 恐怕我覺得前景還是會有點暗淡 做不出跟前任市府比起來多到哪裡去 這是我的一個提醒啦 未來在業務上 就像這個市長有提到 我們希望能夠在國際的這個接軌上面 能夠做得更多 所以未來在國際發展科 就是跟國際接軌這一塊 我們勢必需要投入更多的預算 那不一定你的國際發展 怎麼會說只有青年需要連結 你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我了解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我現在看你整個的這個編制跟計畫的相關的內容 其實我知道啦 他要實現他的政見嘛 所以他要成立一個這個 但是呢 現在顯然不足以帶來新的願景 顯然不足以帶來新的成績 這是我的評語 我時間有限 你們回去再多跟市長討論一下 時間暫停謝謝 好的謝謝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